对了 除夕团圆饭是我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 也是大家最期待的 虽然此时我们直播不能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但是呢 稍早前我可是去吃了一顿别样的除夕餐 观众朋友您好 新春愉快 今天呢是大年除夕 在这里呢 我要先给您拜年了 祝您牛年大吉 那大年除夕呢 这时候就要问问您了 您的年夜饭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还是您全家人正在享用了呢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 除夕这顿年夜饭是一年365天当中最重要的 因为一家人都可以团团圆圆的聚在一起 试一顿大餐了 所以呢 今天文贝特意要给您送上一道特别的佳肴 而且呢 还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厨师 那就是来自台湾的美少女歌手 哲文轩 欢迎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给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新春祝福呢 主文轩在这边祝大家2009年牛转乾坤 好运旺旺来哟 文轩带来了非常真诚的祝福 我们也要问问文轩在这个牛年 您有什么样的新的心愿 希望呢 2009年牛年嘛 那希望一切的都可以非常的牛 非常的好 非常的旺 当然新专辑超级喜欢 也希望大家会超级喜欢我 谢谢 希望文轩在牛年能够牛气冲天 好不好 谢谢 那也要问问文轩 在台湾 大家通常除夕的时候 或者是说过年期间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美食习惯 其实过年的时候除夕夜搭 像今天嘛 大家一定是全家人团员在一起的 那像我自己的妈妈 她们就会煮上 有鱼啊 一定要有鱼 因为年年有鱼嘛 好的都会是留给一年最好的 还有像萝卜糕 为什么要吃萝卜糕呢 因为吃了就会步步高升 既然你刚才已经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兆头了 我们就介绍一个特别的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这道佳肴叫做苏炸火麒麟海鲜球配鹅干芒果酱 哇 好嘞 好厉害哦 很辛苦 那食材就由你来介绍了 好的 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食材 首先我们有准备了一颗芒果 然后还有辣椒的 还有蜜糖 还有水 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做我们的鹅干芒果酱汁 然后呢 其他旁边的有吐司啊 然后还有海鲜的虾子 还有干贝 当然最主要的还有我们的鹅干 平时有下厨吗 平时有下厨 但是还没有到很好吃啦 所以我想今天在厨夕夜这一天 可以挑战是几下 我愿意做一下小白鼠试试 OK 放心的 没有问题 首先呢 我要先切芒果 因为要打成芝麻 嗯 看起来刀工还不错 有没有看到很有点这个大厨的这个手法 好 不错不错 第一道过关 等一下 一起跟酱汁放到搅拌机里面 嗯 那现在就是你的宣传啊什么的也很多 有没有时间下厨 还是说妈妈专门为你煮 嗯 其实通常都是妈妈下厨帮我煮比较多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回到家就已经很晚了 可是就有时候可能也可以自己煮啦 但是为了想要跟妈妈撒娇一下 就会特别说拜托啦 煮给我吃啦 我真的好喜欢吃你煮的菜 哇 其实这种撒娇也包含了对妈妈的一种孝顺啦 是的 看得出是个孝顺的女孩 那今年过年的时候会不会在春节没有档期的时候 给妈妈给家人煮一餐呢 煮这道菜给她吃好不好 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些酱汁呢打到放到这个芒果里面 然后跟芒果一起做搅拌就成为我们的鹅干酱汁了 在打完酱汁之后呢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切鹅干 要好好做 这食材可是很贵哦 是的 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大致上可以先这样子 切完鹅干之后呢 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处理一下我们的干贝以及鲜虾 我觉得文轩瘦瘦的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要传授给我们女生 太多了 太多东西可以分享了 喜耳恭听 其实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然后就想说 好 那我就不要吃东西 就都不吃 然后就变成是说其实这样对身体其实是很不好的 因为到后来会变成你会胃痛 然后会身体不舒服 也就是说其实你有一个痛苦的这个减肥过程 对 大家在减肥的时候真的要依照健康的方式来减 就是三餐吃 可是晚餐你就尽量不要去吃淀粉 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啊 当然会啊 怎么办呢 就是要克制住 这时候就要靠意志力了 意志力要非常的坚强 对 这就是人生 对 需要面临很多选择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部分就是尖额肝 对 这个火候掌握也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想要请师傅一起帮忙好了 好了 好不好 这个我们现在就请出我们的幕后操手 是的 其实呢刚才文轩做的这些 都是由我们这个主厨吴师傅 来给大家操刀制作的 我们有请吴师傅 欢迎吴师傅 嗨 有请有请 其实您才是高手 煎额肝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向您这个讨教 如何掌握这个火候 然后要注意什么样子会比较好 因为其实很怕破坏到它 对 基本上煎额肝我们都会在往额肝上面 柴成薄薄的细薄的粉 然后再用大概180高温的火候去煎它 最主要的那个原理是把额肝双面都给它封住 这样它的那个精华才不会流出来 缩在里面 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整个过程像那么大片的一片额肝需要一分钟 大概一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了 额肝也煎好了 接下来要怎么样呢师傅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那个虾泥就是搓成圆形 搓成球状 然后再把那个煎好的额肝把它塞进那个泥里面 现在呢我们进行到差不多最后一步了 对 就是要放入炸锅里面 有人说这个饮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一些习惯 我觉得通过今天跟文轩这样一个烹饪的练习 可以看出文轩不仅是对这个 自己的外表很在意 其实对自己这些平时的修养也是很注意 其实我自己还蛮真的还蛮喜欢下厨的 自己私底下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就会自己下厨啊煮东西啊 那平时都在忙些什么呢 前阵子也到新加坡做宣传 对 就是也来这边做宣传 然后其实一直会都跑海外的东西 然后专辑的东西也要介绍给大家 昨天说最新专辑叫超级喜欢 是 超级喜欢呢 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寓意 其实像超级喜欢这个四个字是非常口语化的 而且是很浅显易懂的东西 就希望说大家也可以超级喜欢煮文轩的人 还有歌 是 这也是我们大家送给文轩新年的祝福 我们的这个虾球也快好了 马上就要出炉了 大厨再次出手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真的 好 我们装盘 师傅要来品尝一下 看我们俩今天的这个手艺怎么样 主要是文轩了 文轩的手艺怎么样呢 先尝了再说 嗯 下当好处 因为做主厨了 谢谢 得到专家的肯定了 来来来 我们庆祝一下 来 也是庆新年了 今天非常特别的方式 谢谢文轩 也谢谢我们的主厨 给我们俩教授了这么好的菜肴 但是呢 美酒佳肴都在眼前 好像少了点什么 音乐 对不对 师傅 我们请文轩来 给我们带来动听的歌声 一起来迎接牛年的到来 我超级喜欢 你傻傻模样 温柔的拥抱 我超级喜欢 你也爱我的撒娇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准备一二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